欢迎收听白话时机 演播 福林 老子韩非列传 二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 爱好行明法术的学说 其理论系统根源于皇老之道 韩非生性口吃 不善于言说 却善于著书 跟李斯同时不适寻子 李斯自认为财不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渐渐的衰弱下去 屡次上书归见韩王 但是韩王不能接受 于是韩非就痛恨国君治国不能讲求法治 不能用权势来统御群臣 不能使国家富强 兵力强大 也不能好好地任用贤能的人 反而举用一些浮夸淫乱的人 以为他们是有能力有贡献的人 他又认为 儒者常常用文词来扰乱法术 而任侠的人又常常用武力来干犯禁忌 法宽就恩宠到那些名誉之事 法炎就用到那些穿假皱的武士 平日所培养的人都不是所要用的人 而一些所要用的人又都不是平日所培养的人 他又悲伤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 不被写取妄乱之臣所容 体察古来国君得失之便意 所以写了孤奋 武渡 内外楚 说灵 说难等十余万字 然而 韩非之道 游睡之道 甚难 所以写成的说难一书甚为完备 但是自己不能实践 争于不免被李斯等人害死于秦国 说难一书月 凡游睡之难 不在于将我所知道的向对方来游睡为难 也不在于能分明我的意思以说之为难 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忌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为难 凡游睡之难 在于如何伸之人君之心意 然后用我所说的去打中他 按与人君之心意相合 这才是最难的一件事 所游睡的人君如欲博取高明 说臣立尘乖乃成其助说诚乃成其厚厚 这是见其下节 既不能领会其高情 所以人君必以你为卑贱而远翅于你 所游说的人均如果志向贪图厚利 而说臣乃臣博取高明 那么这是说者无心远隔于事情 必不见收应 所游说的人均如果实为厚利 而表面作欲为博取高明 而说臣以博取高明说止 那么人均必表面上接受你的意见 而实际上会疏远你的 如果人均十号贪图厚利 而表面上求取高明 而说臣也臣以厚利 这时人均会暗地里用你的言说 但表面上会疏远你的 这一点是说臣不能不知道的 天下之事已能保密才能成功 一旦泄密就会失败 然而这种泄密不一定是我们有意去泄露 只是天下之事大多相同 当我们说到相同之事时 别人会有觉悟 变成泄露 这样我们就会深遭威祸 人主有过失之事 说臣偏引用一些完美之意 来推论人主之物 这样也会深遭威祸 如果人臣对主上的恩德不深 以及关系不深时 臣子若以知心之语游说人主 其说德以施行而且有功 那么君主不以为德 其说不能施行而且失败 那么就会被怀疑 如此就会深遭威祸 至于人主先得其技 而且要据为自己的功劳 这时人臣如果也知道这件事 也会深遭威祸 人主公开地做一件事 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 这时说臣如果遇之奇迹 也会深遭威祸 人主必不想做这件事 而说着强令为之 人主已做了这件事 而说着强令指之 也会深遭威祸 所以说随便去谈论 在任大臣的短处 那么人君就会以为 你是在讥讽他 说臣随便的谈论地位低下的人 那么你就会被认为是邪诈而弄权 如果你论说人主之爱行 那么人主就会以为你是在利用他 如果你论说他 那么你会被认为是在试探他 如果你的话说得太少 那么你会被认为是无知 而被瞧不起 如果你的话说得太多 那么君上又嫌弃你语言放纵 而无道 如果你顺着人主之意来陈述事情 那么会被认为是怯懦 而不能进事 如果你考虑太多 广为陈词 那么会被认为是笔漏 而居傲无慢 以上这些都是游说上最困难的事 说臣是不能不知道的 凡游说最重要的事 在于知道人主所敬之事 而实以言辞闻事之 对于人主所避讳认为丑陋之事 要灭其事端而不说 人主自知失误之事 说事就不要再以失误之事来讽刺他 人主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 说事就不要再以自己的意思来攻击他 以免遭到激怒 人主自认为是表现他的能力 说事就不要以困难之事来拒绝他 如果由于人主有同样过失的人 游说者就明确的粉饰说他没有过失 等到游说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抵触 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 此后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 这就是与君主亲近不被怀疑 能够说尽心里话的难处呀 等到经历很长的时间之后 君主对游说人的恩责已经很深厚了 游说者的深远计谋也不被怀疑了 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 便可以明白的既以利害关系 达到帮助君主建立工业 可以直接的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 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 就是游说重工了 伊尹为有心事陪嫁的臣子 背着顶祖以汤的滋味谈到王道 白里希以陪嫁的奴隶侍奉秦穆基 这都是他们求上之道 所以这两人都是圣人 却仍不免要劳苦其身 以如此低下之道来设事 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把这些 看作是耻辱的了 宋国有一个富家 天下雨毁坏了墙壁 他的儿子就说 如果不休不好就会遭遇小偷啊 他的邻居有个富兄也是如此说 结果到晚上时果然丢失财物 他的家人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 不会做这件事 却怀疑邻居父兄干了这件事 以前正武功想要去攻打胡国 于是先以其女嫁之 因此就问群臣 我想要用兵 哪一国值得我们去攻打呢 官司奇就说 胡国可以去攻打 正武功听了就杀掉官司奇 并说 胡国是我的兄弟之国 你怎么能说去攻打他呢 后来胡国的国君听了 认为众国是自己的亲人 所以不加防备 后来众国去攻打他 就把胡国攻取了下来 这两件事情 他们的了解都是对的 然而严重的要被杀 轻微的要被怀疑 可见了解一件事情并不难 倒是如何去处理这个 知才是最困难的 以前米子侠被魏军所惩爱 魏国的法令 如果偷驾军车的人 要受到砍手脚的罪过 不久米子侠的母亲生病 别人闻之就利用晚上去告知米子侠 米子侠就擅自驾着军车出去了 魏军听到反而赞美米子侠说 多么孝顺呀 为了母亲的病 居然敢犯下看手脚的罪过 米子侠 米子侠与魏军到果园去玩 米子侠吃到桃子 发现甘甜 就不断地吃 后来把吃剩下的 才拿来敬奉君王 魏军说 米子侠还是爱我的 在吃桃子时会忘掉甜美而想到我呢 等到米子侠容色衰退时 魏军的宠爱也就开始松弛 后来得罪于魏军 魏军就说 这个人曾经擅自驾着我的车子 又曾经把他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 实则 米子侠的德行一直就不变 但是魏军以前看他很好 后来却得罪了魏军 那是魏军爱纵的改变 所以说 如果得到人主之欢心 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而且会更加被亲爱 如果被人主所憎恨 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不到 甚且会被疏远 所以喜欢游说的臣子不能不明察 不能不明察人主对你的爱赠情形 然后再予以游说 谈到龙这种成类 你可以把它迅顺 靠近它并骑上它 但是在它的喉咙下端 有大约一尺长的逆鳞 人们如果故意的去侵犯它的逆鳞 那么它就会咬人 今天人主也都是长有逆鳞 游说之事 如能不去触犯人主的逆鳞 就差不多可谓善于游说了 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秦国 秦王见到他的孤粪五度等书 很感叹地说 哎呀 我要能看到这个人 并且跟他交往 死也不遗憾了 李斯说 这几本书是韩非写的 秦国因此急攻韩国 韩王最初不用韩非的意见 等到市集 于是派遣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大为高兴 结果还未被重用 李斯 姚甲就禅害他说 大王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 现今您大王想吞并诸侯之国 将来韩非还会是替他们韩国效命 不会替我们秦国效命的 这是人之常情呀 现在大王不用他 久留于秦 将来还是要让他回韩国的 这是自己留下祸患呀 不如以罪过家于他身 而后杀之 秦王认为很有道理 就下令叫司法官吏 治韩非的罪 李斯叫人送毒药给韩非 让他自杀 韩非想要向秦王 陈述意见 始终见不到他 秦王后来后悔了 就派人去赦免他 但是韩非已经死了 身不害韩非都著书流传于后世 学者多有此书 我独独悲伤韩非写了说难一书 明知游睡之难 而自己偏偏又不能逃脱于死路 太史公平远 老子讲求道虚无 因应变化于无为之中 所以他所写的道德经 文词微妙难等 庄子宣扬道德经 放任言论 但其理论最后 亦归之于自然之道 身不害 勤奋自免 失之于明实的追求 韩非引用法令 作为规范行为的熟默 切证事实 明察是非 用法极为苛刻 对人绝少施恩 这一切都根源于道德的理论 如此说来 老子的理论 是最为深远的了 抓到了 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的术本 证证 如果吝点赞 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